不打官槍 每一句话都超有梗 他是韩国瑜 最有名的大战王世坚影片 订阅率500万 号称有史以来最有话题的高雄市长参选人 现在他打选战 锁定另外一项工具 想不到结果 出乎意料 就是手机 每个人每天出门都会使用的手机 现在也成为许多政治人物行销的工具 像韩国瑜他成立一个赖账号 五天人数冲上十万人 站上排行榜的第一名 截至目前为止七天了 人数有多少呢 十二万人 或许您对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概念 没关系 我们带您来看看其他政治人物的 台北市长柯文哲 主导网络战 赖账号成立这么久了 二十万人也是目前政治人物最多的一个 第二名则是总统蔡英文 赖账号 十四万人 只花一个礼拜 韩国瑜的LINE官方账号人数 就排上政治人物第三名 怎么办到的 欢迎新闻 独家找到韩国瑜的网络操盘手 我是佑轩 那也可以叫我海底 那我现在目前就是在帮韩国瑜 竞选团队担任LINE A的主编 想不到吧 眼前这个小女孩 许佑轩才二十三岁 大学第一份工作 就是韩国瑜LINE的主编 整个网络团队六个人 包括韩国瑜女儿韩冰 平均年龄二十五岁 靠年轻人的方式 玩出韩国瑜旋风 我们人数比较少 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就是都 大家就是身兼多职 就是可能也会剪辑啊 也会编辑软体 或者会修图等等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强项吧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政治语言为真不破 从事政治活动 你只讲真心话讲出来 人民是会感受到的 时代变了 谁说年轻人是政治绝缘体 看看这些人吧 主导网络虚拟战 如果六都选战中 这些政治人物要抢话题 拼关注 请听听他们的意见 欢迎新闻林伟学后见周 台北报道 请听听听听